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来到本周提示亮光 阿爸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 知道主你荣耀的同在是 你坐着为王 是正在掌权 而且是充满着一切所有神所创造的 出现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中文和英文有不同 所以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知道在地面上面有许多的 军王在位的还有做领袖的 在不同国家当中 都 神是有能力把那些不好的 是废去 神是可以立 那些是好的来上位我们奉主的名祝福 按神的这个心意来成就起来 哈利路亚 以赛亚书第六章从第1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一嗓随下 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佛来施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是来飞翔 逼此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 半斤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力 因呼喊者的声音 这个门栏的根基震动 电充满了烟云 那时我说 是祸在我 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的眼见 大君王万君之 耶和华 天父我们 特别是围到你的这个信息 带到主你的面前 感动呢 就是 无论天地之下 还有《但一礼书》第2章 《但一礼书》第2章第20节左右 我们看一看 经文出现 就是阿爸天父你是能够废亡 你是能够立亡 凡事有权在位的 是在这个时段里面 是神要把他除去的 神必按他的公义把他除去 黑暗之子的阿头 神是要审判 又看到好多是坠落下来的 自从4月开始 这些事情是正在不断的这个发生 《但一礼书》第2章 《但一礼书》第2章 《但一礼是称颂天上的神》 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横古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能力都属服他 他改变时候日期 废王立王将智慧 赐给智慧人将知识 赐于聪明人 他能够显明深奥隐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住 把我列祖的神 就是历代以来都掌权的 耶和华神 永恒横古至存者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 定云我们所求的 把王的事 只给 给我们子民 这里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 神会继续的 立王废王 我们就宣告把公义的平台 奉族的名是 苏立起来 把不义的奉族的名 废除 然后呢 我们是要去 广传 福音 这里呢 以色亚书第六章 所说的是 有神的同在出现 在神的教会当中 大神 他是高高坐着为王 无论地面的王如何的崩 如何的废除 神仍然坐着为王 诗篇第29篇 第9节 开始 也有说到 所以我们看到 主正在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一场随下的时候遮满 哪里呢 神的殿 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必信圣信旺 主耶稣基督 是在教会里面 是支掌权柄的 是在仇敌当中来 做治理的 所以我们是奉主的名宣告 有神的天使天君 还有神荣耀的同在 要在主的教会当中出现 所以恩宠教会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每一个的人 当 自己的敬拜赞美里面 每天当来到神的面前 把神荣耀的宝座 借着你的敬拜赞美举起来 在你的头上 在你的家中 我们来到恩宠教会当中 也是如此 因为主必掌权 透过他的教会 带出庞大的治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神的教会是兴起发光 并且多人得救得赎 一切的资源从东南西北都要到 人当得救 人当悔改 教会也要广传福音 并且我们是要 看见神的圣洁 我们 就要悔改 我们自己嘴唇不洁的 这一个的事情 神要用的器皿是嘴巴干净的器皿 他不会用一个嘴唇污蔑的人 因为我们是成为福音的出口 阿们 当神来呼召 以赛亚的时候 他把他的荣耀显明 以赛亚就发现自己的那个不洁 所以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 而且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很多的人都是口实上的问题 带出有疾病 带出有纠纷人际关系的问题 都是口实的问题 以后默示的事情 会越来越多 但是呢 我们的眼要见大君王万君之一 有天使拿炭 是活的炭 来沾他的嘴 使他洁净 今天也奉主的民宣告 主在大户 人家当中 他愿意拣选的是那些 愿意自洁的儿女 愿意自己来洁净自己 在神面前等候的 奉主的民 必被拣选 必被拆判 必做神荣耀 大而可畏的事情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刚才所出现的经文 我们看一看 诗篇第29篇第9节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路落胎 树木也脱落近光 凡在神殿中的都称说 神的 荣耀 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我们祷告 神所给我看到的在梦里面 是见到有一个的 地尖盘出窍的这个问题 而且裂痕是变成非常大 尽可能有海啸出现的地方 奉主的名我们同心合意赞同 把他推出去 求主洁净赦免 你说我们神的子民 在加拿大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 我们愿意来降福 向神来悔改认罪 你是信实公义 你必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是愿意承认自己的不义 离开 我们自己的这个恶行 来在谦卑的这个地方向天父来祷告 主你必听此处所现的祷告 赦免我们的罪 医治我们的地 我们 是欢迎阿爸父你的医治的恩高 临到整个的 加拿大的这个江界 哈利路亚 洪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宣告耶和华作者为王 把一切要攻击加拿大 特别是西岸 和靠美国边疆 要启罚的那些 黑暗的势力 奉主的名废除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也祝福 也奉主的名宣告 是在加拿大和 美国的这个边疆之上 耶和华为囤牌 一切黑暗的一概不能够约过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耶和华的声音 我们要宣告神的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 能够把树木脱落尽光 哪一种的树木呢 黑暗的 分辨善恶的树 他的领域 叶子 是他的那个治理 还有他的影响 奉主的名 耶和华的声音 一出现 他们所怀的黑暗的胎 都要 脱落尽光 都要废除掉落 树木 他们的这个整个影响 一重一重的 黑暗组织 黑暗的潮的影响 也奉主的名 神说树木脱落尽光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将会看到 黑暗的平台垮掉 然后呢公益的平台 树立起来 诗篇第九篇 我们在神殿中的 撑索耶和华的荣耀 哈利路呀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出现经文 诗篇第九篇 特别是第五节 我从第三节开始念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 他们一见你的面 就跌倒灭亡 因你已经为我伸冤 为我辩去 你坐在宝座上 按公义审判 奉主的名宣告 神的公义的审判 临到全地 哈利路呀 你曾撤着外邦 你曾灭绝恶人 你曾涂没 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要宣告的经文 今天要宣告的经文是这个 我们奉主的名宣告 神的敌人 也就是我们的敌人 到了尽头 阿们 他们被毁坏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成衣 连他们的名号 都归于古永 唯有耶和华 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 摆设他的宝庄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还有一些 经文出现 诗篇 诗篇一百一十二篇 我们要宣告 诗篇一百一十二篇 天父说在恩宗教会当中要宣告这个的一人的诗篇 在我们的其中 一百一十二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敬畏一号华 顺悉爱他命令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是宣告领导我们的当中 我们的后衣必在世 在世上必强盛 政治人的后代 必要蒙福 我们的家中有货物有钱财 我们的公义存到永远 政治人在黑暗中有光向我们来发现 我们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 施恩于人接台于人的 我们这人的事情顺利 我们被审判的时候要肃明自己的 缘 我们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 直到永远 我们的新决定总不惧怕 直到我们见敌人遭遭 我们施舍全财租近贫穷 我们的人意存到永远 我们的脚臂被高举大有荣耀 恶人看见便恼恨 必要牙而消化 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 奉主的名 差一神的话出来 避主而在地 如同在天 就在今天的时候 阿们 阿们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第十一节 和第十二节 你们中间 也有人从前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接着我们神的灵 已经 洁净 成圣 称义了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一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他的 挟制 然后另外出现的经文 是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十六节 我们等一下要看那个 这里有几件事情 我们看回刚才的十一节 你们中间 从前有人是这样 就是 不信主的那种 没有在 基督耶稣里面 但是呢 我们是叫 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借着神的灵 我们是干净的 大家说我们是圣洁的子民 神说 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活出圣洁 在一切我们的思想 语言 行为 衣着 还有一切的打扮当中 都该表明是圣洁尊贵的子民 奉执的名之父在恩宠教会的 全都是如此 阿们 并且是什么呢 我们是自由人 我们承认真理的 我们就自由了 只是呢 虽然我们是自由人 什么都可以做 但是 我们是应该是什么 爱神 又爱人 因为 爱神和爱人的 是满足了一切 神的义 所以我们的这个将界 我们的这个参考的界限 是为爱神 也为爱人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是参考自己 乃是参考了神 看对他来说什么是最好 然后参考别人 对别人什么是最好 参考了这两个 按照 神 我们能够尊重神 满足神 的真美善 我们就要 好像这个 生命水要浇灌到对方那里去 就要把属于生命的好的 要浇灌出去 有祝福的要浇灌出去 一味的祝福不要诅咒 因为我们是为此事蒙召的 对吧 是这个彼得前书第3章 从第9节开始 等一下我们也会看 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 但我们 虽然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不是看着自己做人 乃是看着神 之后看 对大家有什么的益处 我们需要对待别人 如同你要别人带你一样 就是爱人如己 对吧 在这一个的整个的范围当中 爱的真理的范围当中 你就做完全人 无论哪一件事情 我们 不受那个事情来压制我们 因为我们本是自由 为什么要重新被套在不自由里面呢 千万不要被自己的心失忆念 套在不自由里面 你不自由的 就没有那个喜乐 也没有那个愿意私欲出来的心 但是你若是知道自己是自由人 我们有基督的心 我们有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个人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 主耶稣 吩咐我们的 这是腓立比书第2章 腓立比书第2章所说的 我们是有什么劝勉的 有什么好的东西 尽管出现 那我就把它念出来吧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有什么的这个劝勉 有什么的 爱心有什么的安慰 圣灵有什么的叫 交通 劝勉 是属于好的 劝别人的 是有圣灵有沟通的 是有交惯性的 爱心有什么安慰的 心中有什么的这个 慈悲怜悯的 我们都要去什么 把它醒出来 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这个喜乐可以满足 凡是不要结党 不要贪图虚佛的事情 还有这些的荣耀 纯心圈碑 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 要顾别人的事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来为心 对吧 我们看回刚才的经文 这个 其实是神已经 我们要以有基督耶稣的 行为心 谁能够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我们是有基督的心 意思就是说 圣灵把主的事情告诉我们 我们从圣灵领受的 我们照着主的心 爱父爱人的心 我们就去做 奉主的名祝福 是这样在我们当中训练出来 阿们 阿们 下一个的经文 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说 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祷要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耻蒙招 吼叫你们承受祝福 为什么 因为是撒众和受戈 如果你光是照着你的心 一直讲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是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是 那个专家回到你这里 你就变成承受了诅咒 谁承受诅咒呢 说的那一个人 但是呢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这是神的劝勉 凡事要祝福 因为你们是为耻蒙招 好叫你们承受 福气 是神的旨意 要我们得着福气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 石头不出恶远 嘴唇不索 诡诈的话 我的祷告就是 我们 常常的 每一天 就是知道我们 见主的面 都要有这一个的训练 好像一个 是福育的这个军人 是愿意顺从命令 因为呢 能够成为完全人 是能够勒住自己的 石头 这个是 好厉害的一件事情 律师所是愿意在神的面前享福 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人 我们的心思意念只要想主 真理而来的东西 然后喜悦 神 的意念 诗篇第37篇 37篇第4节 诗篇37篇第4节 当我们以耶和华神来 为我们的 喜乐的时候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有些人说 哎呀我向神祷告这么久 为什么好像神没有听呢 因为你没有以耶和华 为你的乐趣 还没有以耶和华为你生命 里面是最伟大最重要的 你若 你若进到这个境界 神应许的 他自己说 你心里无论想求什么 他说 我都赐给你 欧阿爸天父 我愿你亲自带领我们光照我们的心 接受 主耶稣基督的光来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是什么 留在 主的那里 尊重耶和华神 以祂为乐 以祂的事情 以祂的心思念为最重要 你如此的 你如此的看祂 你忘了谁说什么话 对吧 你忘了去看谁的这个弱点 谁的那个 不好的地方 神马上 因为这个是撒个种 撒一个耶稣基督做儿子的好种 是 属天的 属神的意念 神必赏赐 奉主的名 祝福 我们当中的每个弟兄姊妹 是如此被建立起来 奉主的名 Amen 还有一些圣经我们看看 提摩泰 前书第4章 提摩泰前书第4章第4节 和第5节 提摩泰前书4章 4到第5 凡是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 没有一见可弃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 成为圣节 当你看到有万东西 你感觉不干净 你就 涂抹耶稣基督的保险 这该接近你 如果你看见有什么东西你感觉到 不知好不好领受 记得参考主的话说 凡是神所造的 都是好的 没有一样不好 就不要给一种的意念 或者别人的想法 讲法 说到那个东西不好 以至玷污你的信心 所以信心要保持清洁 对吧 若存着感谢来领受 没有一样可弃绝的 感恩祷告祝谢 因为神的话 有洁净的能力 诗篇是9篇 神的道 诗篇是9篇 人的祷告祈求 奉主的名 祷告感恩啊 主啊你今天吃给我的饮食完全解禁 就奉主的名 解禁了 然后你就什么 你吃了没事 但是那个呢 认为是不是干净的 带着疑惑的心来吃的那个会患病 会患病 会有软弱 我们看看 下一个经文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朗读摩西书的时候 拍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 几时归向主 拍子就几时除去了 主就是那个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意自有 这个的经文出现 有好几样的这个事情 第一呢 看圣经 读圣经 如果没有神的灵带领你进去 来降伏在圣灵 还有神的道的光照之下 你读你看圣经 还是有拍子 在哪里啊 你的心上 就是受蒙蔽的意思 不明白 不知道 知道如今 从保罗的时候开始 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以为念了圣经 却没有进入的道 圣灵是引导我们叫 进入 一切的真理 你只是插过 越过 不代表进入 进入了的 脸上的拍子 心中的拍子会被 除去 你的心 哪一个时候 归向主 这个很重要 你要那个 不明白的地方 除去 你的心不是去问人 你的心是去问主 然后你的心是归回给主 耶稣基督 你的心归回给他的时候 你脸上的拍子 你心中的拍子 马上出去 Hallelujah 你就叫明摆了过来 主是灵来的 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呢 那里就有 自由 奉主的明诸佛 在我们的当中 是主的灵在 也是主的灵 是带出一切的自由 而且是真自由 使人 因看见神的话 领受 道里面的亮光 就是放了出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放出来 Amen 感觉到呢 就是有些的人 好些人 就是在困境里面 好像你搞来搞去 出不来 搞来搞去都出不来 其实那个 感动是什么呢 不是继续向前来努力 不是 乃是向上来仰望你的主 要看见你的救恩灵道 好多人的做法就是 赶快向前面努力 赶快向前面努力 不是 是愿意安静留在 主的同在里面 等候主的 必重新得力 因为你累了 对吧 你累了 你需要神的力量来帮助你 经文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40章 以赛亚书第40章 第29节 这里说 疲乏的神是吃力量 软弱的 疲乏的他吃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 疲乏困倦 强壮的可以全然 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叫等候 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如荫 必如荫展示上腾 奔跑不觉困倦 行踪 却不觉疲乏 有一个 奥秘 有个 窍在这里 变成开窍 是什么呢 当你有很多东西要做的时候 千万不要拼命去做 乃是在安静里面等候 神 因为你需要的是 从圣灵浇灌出来的力量 才能够涌流出来 你具有那个的动机 你具有那个的能力 起来 把事情做成 一件一件的事情做成 而且是必须有持续的 每一件事情在 这个天空之下 每一件事物必有它的定时 我们要祷告主 祂所给每一件事情的定时 你知道了那个定时之后 你就不会什么 不会 把压力放到在自己的身上 要不然你以为十件事情 每一天都要面对 这个是一种 错误的意念 乃是什么呢 你今天的难处 今天当就够了 对吧 马太义福音的 第6章34节 你今天的难处 你今天当就够了 因为每一天 自有每一天的难处 而你每一天要从神的面前 领受他的这个圣灵的浇灌 带出来给你的那个力量 靠着他 在那一天里面 凡事都能做 凡事哪一种的事呢 神的旨意里面真美上的事情都可以做 然后你是什么 卸下那个的劳苦当重担的心 是知道是需要安静 需要休息 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 奉主的名祝福 在来的这个星期里面 你保守你的儿女 义人的脚步是耶和华神所立定的 是不会混乱 也不会 感觉一堆的压力压过来 奉主的名把一切的压力都废除 宣告每一天神所给到我们每一个人当做的事情 主不会叫你做好多是你做不了的东西 所以很多的这种东西是自己 找上自己来做的 你应该放下做好多的东西 只是做 在主里面有神吩咐 知道呢 不要应该行的事情 你就安静 你就能够喘息 作息有时 而且知道 凡是在主日的时候 每六天第七天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休息 留在主的里面 休息 信得过 我的明天掌管在神的手中 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 因为呢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什么是胜过这个世界 胜过世界的 是我们的信心 你要 保持一个你的信心是 活起来的状态 因为你的信心激活起来 你就可以在神面前领受 哈利路亚 天父奉主的名之父弟孙子妹 在这一来的这个星期里面 是知道要进入安息 虽然有些事物是要处理 知道是 平平安安的 所以把它处理起来 主你必赐下 当时浇灌下来的智慧 赐下给我们有 好的眼光和视野 看得出 也知道 神的做法 愿你恩高我们 知道主的道路和主的做法 我要用这个经文来结束 真言第4章11到第12节 真言第4章11到第12节 主圣灵说 他说我已经指教你 走智慧的道 什么是智慧的道呢 就是把真理的知识 把一切地面的知识也好 一切的东西 能够看到他的属灵的次序 就是有生命的次序和架构 把这些东西全都放到在适当的地方 带出生命的果效 这一个是智慧 能够把知识 放到适当的地方 生产出 生命的东西来 我以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我是引导你走正直的路 不是走兜兜圈的这个路 靠自己呢 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凡事上要认定也好法审 下一个 下面一句 你行走脚步 必不知瞎窄 你奔跑 也不知跌倒 奉主的名 阿爸天父 你亲自的恩嘎我们 让我们是走在你的同在 而且是聆听圣灵 多么重要的是聆听到圣灵的声音 然后按照他的感动去做 最好不过 千万不要紧张 恐惧 忙碌 一紧张 恐惧忙碌 你就听不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来感动 奉主的名字 弟兄姊妹有个安静的心 我们的脚步 我们是决定 与圣灵与耶稣同行 是走在阿爸父的同在当中 神的脸光光照的地方 我们宣告我们的脚步 必不知狭窄 我们在当中奔跑 必不知跌倒 是主你必 使我们重新得利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奉主的名诸佛这个装备 临到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 在来的这个星期里面 使我们大大的得胜 也奉主的名诸佛 天使天君 要吩咐他们出来 帮助神的儿女 我们向神来仰望 看见我们的救恩领导 借出一切属灵的果汁 把荣耀归给天父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 本周提示亮光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祷告 这一次的经文 是能够多多的帮助 建立 每一个的 心灵 神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